有些朋友或许知道,厦门这个城市抓电动车抓得非常厉害 在抖音上经常能够刷到,厦门交警成匹两个在抓电动车呀 评论区一堆人都被喊,还我电动车,还我电动车 身为厦门手善,每当我看到这一幕都非常心痛 无能为力啊,厦门手善浪得虚名 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一堆警察在截停电动车呢 我二话没说,打开手机录像,直接就过去了 怎么回事,干嘛呢 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视频 你家也有电瓶车吗,有啊,有,不是那种款式的 有这样的,到底什么情况 就是给电瓶车一个实名登记,根据这个车架信息 然后绑定车主个人的生命证信息 不是不让提是吧 不是不让提,是绑定信息之后,对电瓶车进行实名登记 如果说是这个车它有被偷走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如果说这个车子在别的地方被查获了 可以根据这个登记车主人的信息,通知车主过来,零车 可是我在网上经常看到,然后有交警在那个查电瓶车网上往车上装,那是怎么回事 那个就是车,电瓶车,比如说像这种它就属于是超标车 它超标车这种违规,它违规了这种都会被交警没收走 超标怎么算超标款啊 嗯,48伏,超48伏就属于是超标车 然后还有就是在路上行驶这种没有费的安全头归啊 或者进入车这种也会被交警扣车 48伏以下的不一样 对,48伏以下都属于是超标车 可是那个别的电动车好像还有在卖60伏的啊 那个是电动车,它行常卖的 但是对于我,它交警对国标的认证就是48伏 这个我跟我们太子左是没有关系 然后无论岛内岛外,然后48伏以下都可以是吧 这个岛外的话,我不是很清楚 可能岛内是48伏才可以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对,没关系 好,好,好,谢谢 岛内的话,比如说你要国标车48伏以内的 安全头归备胎起之后不能 电名车不能载12岁以上的人 只能载12岁以下额头 一次性只能载一个 大人小孩都可以在安全头归 而且还要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遇到进行路段要上来推行才不会被扣车 这次岛内的交通规则 我们派出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能告知你们的也是这些 好,好 交警扣扣这一些 他们是怎么扣扣扣一些 扣一些什么东西 我们派出所也是不正确 你主要不是一个部门 嗯,好,行,谢谢 刚才警察说已经很清楚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其实啊,夏门岛内有很多在卖电动车的车行 为此,我还专门去电动车车行和老板聊了一下 人家老板也是直言不讳 我这里确实有超标的电动车在卖 但其实你买电动车 超不超标的根本没关系 因为现如今的夏门市政府 根本不给电动车上牌 无论是否超标都不给上牌 你的电动车没有上牌 警察就有理由去抓你 所以你被抓了就认倒霉吧 和超不超标没有什么关系 残酷的现实就是这样啊 车行卖电动车没人管 老百姓去买电动车没人管 老百姓买完电动车想要上牌没人管 但是你的电动车没有车牌 警察就要抓你 这不是非常奇葩吗 这算不算钓鱼指法呢 对此啊 我只想说 厦门是文明城市 厦门是对台的窗口 希望这种问题早日都得到解决 不要让台湾同胞看了咱们的笑话 谢谢大家 你俩是交警啊 交警啊 人家不带偷窥呢 你俩不带偷窥呢 你俩是交警 知法犯法为啥不带偷窥啊 为啥不带偷窥啊 我